小宝宝 然后杨女婿在这查GPS了 去哪里就跟着我的镜头走 儿子都累了 小宝宝娘 小宝宝娘这点好上车没有睡觉 是不是啊呱呱 你看这个欢的 小宝宝 哈尼 阿姨们好 阿姨们就喜欢听你说阿姨们好 真乖 你看那个小脸似笑悲笑的 你这一句阿姨们好赢得了多少阿姨们的掌声 今天天没有白云了 今天稍微有点阴天 还稍微有点闷 闷热 但是还好不是特别热 这杨女婿也不告诉我去哪里 那我们就走吧 你们的宝宝妞睡着了 我一就怪了她一上车就开始睡觉 你们说 你们相信不相信心有灵犀 然后杨女婿带我们来这个地方的时候 他往这边走的时候 我就在这想 是不是要去那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们很早以前 不知道你们还记得不记得 我拍过一期视频 是一个小孩的游乐场 然后杨女婿往这边来的时候 我就在想是不是来这个地方 结果到地方了 还真是这儿 这就是所谓的心有灵犀是吧 这就是夫妻之间的感应 儿子也开心到不行 一下车说 妈妈 我们来到这儿了 她很喜欢这个地方 宝宝妞 睡了咪了一会儿就 这儿的环境很好 这儿的环境很好 都是适合小孩梦玩儿 孩子们的开心 就是我们做父母的快乐 我们先去买个 要买个通票哈尼 对从这儿买个通票 小孩儿是好像十八 大人是二十七好像 你们是不是也熟悉这个地方啊 这夫妻感应太强烈了 宝宝鸟 小宝宝鸟 小宝宝鸟 早上给他煮的那个鸡蛋面 放的那些西兰花 还有放一点那个小香肠 宝宝吃的那种 那种有机的 给这俩小宝宝吃的都是好的 牛奶有机的 鸡蛋有机的 蔬菜有机的 小孩子嘛 正在长身体的时候 是不是啊 乖乖 开心的大大大梦玩儿今天 周末 我天天跟个小孩儿一样 就是 他们玩儿哈 我也跟着凑热闹 是吧宝宝鸟 这四十岁的人啊 没有老还越活越年轻了 我觉得吧 人哈只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态 然后不被世俗所牵绊 那就会越活越年轻 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 哎呦慢点过来乖乖 我一坐这个转的等一会儿下来 都要吐了 儿子就是具有挑战性的一个小男人 什么越危险哈 他就越想去挑战 也不觉得害怕 你去带着他女儿在那呢 哎呀 都来了 来了来了在这儿了 儿子 很多朋友都说 安贤喜欢你的笑声 然后喜欢你给大家带来的快乐 所以今天早上哈 我醒来的时候 我经常有一个习惯 就是醒来的时候 然后那个身边的那个床头柜上 就会有一本书 看到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给别人带来快乐 自己也会得到快乐 所以说好多朋友都说 为什么你整天幸福感那么爆棚啊 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人就是这样 简单最好 我们把能有的这个 幸福感快乐感 然后分享给这个身边的朋友 这也算一种感染力吧 但是至于看不到我身上幸福的 那一小部分的人哈 那我也没有办法 那你们就自行其乐 自己去找感觉 安贤有时候说话也会很刻薄 但是这些只针对不喜欢我的人 我的善良 我的友好 我的笑容 只留给喜欢我的人 不喜欢我的人可以离开 儿子又迫不及待 要去坐那个 那个什么车啊 那个Pomby Car 那个赛车 宝宝妞不行 她太小了 人家有那个年龄限制 还有身高限制 看这个喷泉 多美 哎呀 生活多么美好啊 你看看 在我们 有限的日子里 把幸福感发挥到极致 带孩子们尽情的玩 看这些小朋友们 看这些小朋友们 原来人在享受快乐的时候就是这么疯狂啊 有杨女婿在 我就可以带着 带着我自己 也尝试一下这种感觉 上次来的都没有感受 三圈下来 脸都发白了 太恐怖了有点 年龄大我觉得不适合干 不适合干这个事情了 适合小朋友们玩 来就咱们做这个了 这个小青蛙 可以 杨女婿跟着出来 我就有一点好处 特别特别的省心 我啥事都不用操心 她管着两个孩子 宝贝 等会儿让儿子再去 等会儿让儿子再去攀爬一下 他这里边还有攀爬 他那个攀爬是另外付费的 上一次呢我们去了 儿子没有攀爬成功 不是没有攀爬成功了 没有攀爬成 因为他已经关了 他有时间限制 羊女婿开心了 好宝妞也开心 How do you feel honey How do you feel dizzy 我问他有什么感觉 羊女婿说话有点晕 你这小宝妞 你看开心的 一蹦一跳的 尿尿 How do you feel 瓜瓜 dizzy 你也dizzy 这个鞋带老是开是不是 下次妈妈再给你买鞋 就买那种粘的那种 粘的就不用寄了是吧 不用这么麻烦 妈妈的小帅男 Do you love me? Yes 好吗 去乖乖 我问他爱我多少 他说像大海里的水 Ocean water 谢谢儿子 Ocean water 这个独立的小帅哥 你看那个手 好了 跟棒 走了 坐在这儿凉快一会儿多好 杨女婿总是拉着他闺女的手 儿子现在是长大了 彻底独立了 看好他的安全问题 其他的都不用操心了 学习也自觉 他7点 他7点40上校车 然后他盯闹钟盯到7点 然后闹钟一想他自己起来 然后我跟着他一起起来 他在学校吃早餐 还有午餐 他收拾收拾出包 然后洗洗脸 弄弄头发 刷刷牙 就在这个 我们家的那个客厅那 有一个落地窗吗 不是他就在那 沙发那坐着等着 那个 那个校车一来 他就直接从家里出门 终于跟儿子一起做这个了 上次就想做呢 因为宝宝妞不可以做 所以我要看着他 今天终于 如愿了 你想跟阿姨们说一声谢谢吗 然后因为你考的100分 考的A plus 阿姨们都在夸奖你呢 那你跟阿姨们说一声谢谢吧 谢谢阿姨们的宝妞 赶紧去跟宝宝妞也下来了 宝宝妞 你看他一开心 他的走路都是蹦的 一降一降的 你看看 上次宝宝妞来这个就没办法做 因为他太小 大家还记得吗 那哭着嗷嗷叫 他又要去做那个了 上次来的时候也是做了两次 然后刚才告诉他爸爸说他还想要做那个 这一圈下来不知不觉两个小时了你看 我热得一身汗 我觉得衣服都已经湿了后背 刚才出门那一会儿哈 还没有太阳 这会儿太阳也出来了 好大的太阳 看能不能拍到他们一个特写啊 拍到了拍到了拍到了 儿子还在这耐心的等着这个呢 他人太少他不给做 要等着有几个人一起才可以 趁这一会儿哈 我跟你们简单聊聊 然后呢 接下来的时间我陪他们一起玩 安全说几句心理话吧 我这个人呢哈 了解我的人哈 那就会了解 不了不了解我的人哈 一辈子也不会了解 所以说喜欢我的人你们尽管的尽情的去喜欢 保证你们 只赚不赔哈 但是对于有个别的不喜欢我安闲的哈 那就请你离开 大家相互不扰 然后呢我安闲这个人呢 性格也蛮烈的 但是我不拘小节 一般情况下 我不愿意去回复个别的那些不好的评论 他没有价值就是让我浪费时间在他身上 然后呢别哪天我心情不好了 然后给你怒的一塌糊涂 然后怒的你怀疑人生 你还说我伤害了你 所以说不喜欢我视频的人哈 就有多远走多远 这也是一种相互尊重吧 尊重别人 也会得到别人的尊重 保持一颗善良的心 没有错 我记得小的时候我父亲曾经告诉我一句话说 同样都是一句话 好的也出一口气 坏的也出一口气 干嘛不出一口好气呢 是吧 让别人快乐自己也会得到快乐 是不是 那接下来我就陪着两个孩子 还有你们喜欢的养女婿在那呢 我们就享受我们的周末时光 再看看宝宝娘 你看这个小可爱的脸 哦 儿子最近坐上了 悠闲自在的不得了 这个速度越来越快 看你们开心快乐每一天 拜拜